5月15日晚,CNC公司被中資公司委六集團以每股0.306元收購,攝資約5億。 委六有意繼續經營CNC目前的主要業務及維護其上市地位,但保留對CNC業務及運營的任何變動權利。 委六集團主席林曉暉是現任深圳市政協委員,主要從事房地產, 2007年通過香港入境事務處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獲得香港身份,2014年正式移居香港, 2019年9月香港反送中期間,曾動用2000部的士掛中共五星旗遊街。 香港最早的百貨公司是西洋人創辦的連卡佛百貨。 不過,消費對象僅限洋人與富裕的華人、普通市民不敢問津,只能去華人的商店。 仍然傳統華人商店經營方式落後,商品均無名碼標價,經常有商家滿天要價,有需顧客討價還價,買賣雙方無不信任。 當時淘金而盛行,好多廣東人去澳洲新金山墨爾本謀生,在達令港從事果疏批發的馬應標。 每天上班時都會經過一家生意興隆的澳洲百貨公司David Jones,立志賺錢回家鄉開一家類似百貨公司。 1900年馬應標與同鄉人籌約25000元回到香港,創立中國人的第一家百貨公司CNC。 總部設在皇后大道中172號,CNC取名字中庸宣揚CNC已成的經營之道,與英文名Sincere諸欣,為招來顧客改革香港零售業。 公司開業之時即提出諸多斬新理念,其一不宜價即定價統一明碼標價,且價格親民已成事人。 其二,為顧客開具發票收據著名貨品型號數量價格,一切透明公開,顧客若不滿以可憑票退貨。 這個讓習慣於一隨子買賣的香港市民大為震驚。 其三,招納女售貨員開創女性站櫃台之鮮烈引發轟動,很多人專程從九龍搭船到香港島觀看。 1917年當時的CNC可以說是一個購物兼娛樂的中心。 CNC還派買首度倫敦、巴黎、米蘭等國際大都會購買最新潮的產品回香港,出售高檔優質的柏萊品。 不過,高檔的柏萊品一般市民消費不起,所以CNC又建造了香港人自己的品牌,生產化妝品、汽水等。 其後,CNC業務擴張到廣州、上海,1917年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。 因為CNC旅有創新之舉,甚至影響一代華人審美。 因此,好多人將CNC公司推廣的時裝、化妝、多助潮流風向錶。 CNC的成功,引起1930年至1940年代華商的紛紛效仿。 先後創辦永安、大新、中華百貨公司,和CNC並稱四大百貨公司。 CNC創此人馬應錶不僅是一名成功的實業家,更是一位立誓、實業救國的愛國者。 新海革命時期的革命先驅、歷史滄海横流、英雄已逝。 但CNC品牌精神和馬應錶的民族情懷、社會責任感仍被後人緬懷。 不過,進入21世紀,世大百貨公司僅是成得永安和CNC。 時代變遷、潮流更替、零售業競爭激烈。 CNC經營每況愈下,推出內地市場後,在香港的分店都大幅減少。 除了CNC之外,5月15日,保斯龍·博斯尼也被李寧家族旗下的《非凡中國》 連同來市後代羅正傑收購。 《非凡中國》控股三分之二,羅正傑控股三分之一。 有坊間企業老闆認為,香港傳統企業相繼拋售。 說明香港社會對前景失去信心,擔心財產被中共充公。 和第7》政策掌訪議就 ri不定由作為人家坡三分之一。 不要說明香港 government網邁封密度。 感情深入rak升至今度待消廣場又因此非在sk행約三分之気。 四分 paints假日常借金話妲合作為人家說最好這位 passionate又maal少了。 感谢观看